其實我們把這個效果給做出來,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以後的話建議,如果有機會呢 你就把你的工作會重複性蠻高的部分 記得試試看錄成聚集 但錄完聚集之後的話,其實有些地方 可能還要再調整一下啦 或者是說呢 最好是可以把你錄製的動作 把它加上註解 否則你將來回頭看到底你做了什麼 你可能會忘記啦 而且步驟的話,可能還是要再檢討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調整 那如果我想要針對剛剛的這個錄製過程 把它做一個註解的話 那還記得吧 我們可以剛剛執行是 就是它程式會run 那如果你要重新去看一下程式 並且加註解的話 那你可以按編輯 編輯的話其實就跳到那個程式的地方 但是有的時候它會閃退啦 所以你怎麼辦 你按 其實你點它那邊 編輯的話 實際上也會跳到Visual Basic 所以你點這邊也可以啦 其實你點那個編輯 它其實一樣 會幫你把它跳到Visual Basic的這個地方 那你錄製的劇集 基本上呢 它是幫你把它放在Visual Basic的這個專案裡面的模組啦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所有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放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沒有基本的除了例外的特殊狀況之外 不然的話以後程式都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那只要是按鈕的話呢 通常是Sub 特別主要Sub 那名稱在這邊有沒有 所以剛剛我們做的動作呢 清除總共有四個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註解加一下 還記得吧 我們那個 清除的話 第一個動作是單引號開頭的註解 一 有沒有 游標放在那個C2儲存格點一下 所以游標放在C2儲存格 那程式其實就是 會產生一個叫Range物件 裡面的話就加一個哪一個儲存格 點Slater的話就游標放上去 那如果Ctrl-Shift向右 有沒有 後來我們就Ctrl-Shift向右 那就這一行 Ctrl-Shift向下 就這一行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 這邊有沒有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啦 叫Clear Contents 意思就是把選的那個範圍的資料清掉的意思 那我建議啦 你最好是可以把這邊 把它加上那個註解 註解因為可能要打蠻多 我就直接拿第二頁這邊 清除了這個註解 這個是我剛剛之前寫過的 我直接拿來用好了 不然的話要打這麼多字 那至於說是要打那個裡面的敘述 不見得一定要跟上面一模一樣 因為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以你看得懂為原則 而且你可以想要寫多寫少都沒關係啦 至少要寫 不然的話將來你會看不懂 OK 好 清除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資料剖析在下面 所以呢 資料剖析做哪些事 有沒有 1 好像游標是放哪裡 游標放那個 所以如果假設 我是建議喔 將來你的Video Basic 我的習慣是把它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你浮在上面的話 你比較看得到 後面的那個資料的位置 不然呢 有同學喔 直接就把V2放到最大 那你這樣看 Range B2 B2在哪裡 擋住了 所以呢 我的習慣呢 是把它縮小 有沒有 然後移到旁邊 看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 先把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呢 再怎麼樣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Ctrl Shift向下 其實就是這一行 你會不會這一行跟這一行長一模一樣 因為你做的動作一樣嘛 所以其實以後 假如你多看了應該就熟悉了 然後呢 再來就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話呢 在那個VBA裡面的 那個名稱喔 它的方法名稱喔 其實 應該也不難記吧 以後如果你自己 不用打的話 自己也可以把它 自己打這個VBA程式 它名稱叫什麼 Test to columns 顧名思義嘛 文字轉 Column是藍 那就是文字轉藍 它翻譯成叫資料剖析 不過我覺得翻得好像 沒有那麼好的 我覺得資料剖析感覺好像 到底是剖什麼 OK 其實就是應該這樣 文字轉藍就好了嘛 或者什麼 對 文字轉藍 那不是比較直接的 那Disnation後面有個參數嘛 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C2儲存格 就是我們剛剛選的 那只是後面會有很多的array 正列啦 正列的話它有分啦 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要了解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的理解是這樣 這個0的話 指的是第幾個字 好像從第一個字是0開始 那9的話是不要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不賄賂此欄 所以如果你假設輸入9 它就是不要這一欄 然後呢 1的話是要賄賂 所以好像從第四個字開始 後面的資料要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不要的 把資料呢 就把它轉移到這邊來 那一樣喔 請各位再字型加上註解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 我就直接拿來用 所以這個 這個跟剛剛那個一樣 只是差別是已經加註解了 所以把這個註解把它加上去好了 所以這個頭尾 那你加註解跟沒加註解 你將來再看 我想應該會差蠻多的 剛剛沒有加註解 你看哇 那程式是什麼不知道 而且感覺好像很陌生 但是呢 如果你加了註解之後 突然間感覺好像 這個好像看懂了 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突然間看懂程式 我說應該不是看懂程式 應該看懂註解吧 因為上面有加註解 那就是感覺是不一樣 比較親切 但是呢 剛剛有一個動作 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當你按清楚 沒問題 知道可惜的時候 會跳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想說 老師這個蠻障礙的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去掉 其實是有辦法 只是說呢 你變成你要自己加一行敘述 在那個程式裡面 就可以把它關掉 可是如果你只是單單錄字巨集 它一定會跳出來 可是有些東西 假如說你想要再去加一些程式上去的話 其實也是OK的 那怎麼加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東西呢 在Essail裡面 它的英文名稱叫做 叫什麼 Al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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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你要想說 到底誰管 這個能不能關掉它的 這個 這個物件 這個誰在管的 其實是Essail管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把它關掉的話 你可以在 資料剖析的 這個 下面寫一行 前一行的敘述 什麼敘述 其實我也本來不知道 我大概用推的 因為呢 因為能不能關掉那個東西 其實是Essail 那Essail的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ssail 那所以特別注意 Essail有點像是 那個 那個 VBA裡面最大的物件 那它能管哪些事情 你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字沒拼錯 它會出現清單 但是你會點一下發現 奇怪 清單的沒出現的話 那表示什麼 你字拼錯了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特別注意 之前好好的同學 少打個O對不對 點一下 沒有 有沒有 如果你O有了 點一下 一定會出現 所以呢 特別注意 待會請各位 加註解之後 並且試著把剛剛的 那個Alanes關掉 那怎麼關呢 你可以用推的 因為它是 由Essail去管理 那Essail的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那要不要顯示什麼東西的話 理論上它的 那個屬性 這個叫屬 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叫屬性 屬性就是設定 那個設定的名稱 要不要顯示都是Display 所以你可以用推理的 我打一個D好了 DI好了 DI Di就是Display 對不對 那其實你會發現 有一堆的Display 有沒有Display Display 要不要顯示的意思 那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什麼 我剛剛講 那個訊息叫Alance 有沒有 所以呢 有一個設定叫Display isAlance 那我就這樣 我猜猜看 可能是這個喔 OK 那時候其實同學問我 我也不太知道 那我就想說 我試試看好了 結果我想說 把Display isAlance 這個屬性的設定 把它關掉 那怎麼關很簡單嘛 你後面加一個等號 你會發現喔 它蠻貼心 它會跳開跟關 開的話叫什麼 叫True 就是剛剛預設是True 如果你要關掉的話呢 那就Force 所以你打一個Force 然後就把它 按 點它兩下 Force就上 這樣OK的 所以這一行敘述 其實很簡單 就剛剛的意思 那個叫Alance 所以我就叫 Excel 你幫我把它設定關掉 推點要不要跳出來 好 它知道了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推理是這樣 但是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試就知道 所以剛剛會跳那個 有沒有清除掉 我按一下它 它會跳那個 什麼 這個地方 什麼要不要取代 這個區域的資料 那個蠻干擾的 那因為我加了那個 關閉的這個設定 那試試看它會關掉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居然沒跳出來了 那個干擾的東西 居然不見了 再按一下 不見了 所以你會發現 只是加了一行這樣的一個敘述 那個東西呢 居然就沒有出現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針對 這兩個SUB 做註解 註解 你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第二頁 這邊 這個是知道剖析的 這是清楚的 再來的話 就是關閉那個訊息提示 就是這一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